接著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單機版的 那其實我剛剛講過 大部分的雲端服務在影片剪接 或者是像這種做動畫都會稍微比較慢一些 稍微比較慢一些 所以其實有單機版的對我們來講 有時候是相對比較方便 因為就用電腦的資源 但是它還是會有連到網路上 來你看這個軟體一打開之後 有沒有看到又是範本範本範本 對不對一堆 不要只看這裡請看右上角 很多啦 那左手邊也有做一些分類 那現在不管是雲端的版本還是單機版 他們都有一個共鴻的特色就是 免費的帳號就可以讓你做到一部分 可是一定會有收費機制 因為它要活下去啊對不對 什麼都免費的 那很快就沒有了嘛 錢燒完就沒有了 所以它也是希望就是你會有付費的選擇 那不管怎麼樣我們都可以先用看看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先找找看 比如說你想要看看哪一個 好我們來看這個好了 這個 那你就把它點進去 它這個時候範本會從雲端上下載下來 還是會從雲端上下載 所以它的範本其實一段時間就有更新 好那進來之後呢 不用先急著馬上改 但是你應該有一種感覺 怎麼跟雲端好像一樣 怎麼跟我PowerPoint那麼像 對不對 你不覺得嗎 你不覺得跟我們的PowerPoint還是蠻接近的嗎 跟剛剛假上有沒有很像 好像大家都覺得 PowerPoint拿來當影片剪接是很好的 哈哈哈哈 好那你進來之後 請你直接按上面預料 因為動畫的內容我們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直接拿來看 有沒有就照著這個順序器器 待會就繼續這樣一直往下播 這樣OK嗎 好所以你可以先挑一挑 那如果你想要做一些修正的話呢 你就可以來這邊 好我先把它暫停一下 好我先把它停一下 如果你想要做修正 有沒有發現基本上這些都可以點 這沒有問題 但是有一個地方你好像會點不到 什麼叫好像點不到呢 就是叫做字幕的地方 我看一下哪裡有 在這裡 你看我點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點不到 我點到它好像沒有東西對不對 所以呢 它有一個字幕的地方比較特殊 這個地方你要編輯它 請你在左下角這裡 這也是時間軸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叫字幕 有沒有 這裡你要打開 請問有看到的嗎 有沒有看到中間字幕這條跑出來了 所以你要編輯它你就來這裡 好我如果是這一個我就點兩下 好這個 收起來收起來 這裡有沒有 你可以打成就是那個中文的 因為這是單機版 所以有沒有在我們自己電腦面就比較OK 你要什麼事情都可以吧 那各位知道私圓黑體嗎 知道什麼叫私圓黑體嗎 你們手機上的大部分現在都是這種字型 就是Adobe跟微軟跟Google 他們有就是有推一個就是 字型是全世界都可以用的 尤其是針對什麼行動裝置啊 所以你可以查查這關鍵字 你會發現就是還有好幾個 好幾個中文的日文的 反正全世界的語言都有 就統一了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找一下 那如果你想要配音都懶得配的話 你可以來這裡 好了對不對 試聽一下 我跟各位講我最近參加一個喜宴有沒有 喜宴常常不是前面都要播一個影片嗎 我有聽到這種聲音耶 哈哈哈哈 因為現在婚禮是不是都有很多 那我叫婚雇公司 有沒有在幫你做處理啊 他們要幫你做影片啊 那他們沒有自己配音就用這樣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很不負責任 哈哈哈哈 啊不喜歡這個講的 啊不找小朋友講嘛 你就找小朋友講看看啊 不熟悉水性不善次下水失舊 這樣可以吧齁 哈哈哈哈 啊如果真的要你就把他同步語音 他就把你產生那個語音的聲音就進來了 所以下次也不用自己 哈哈哈哈 自己下海配音了 開玩笑反正都可以啦 你要選擇也不選擇都可以 所以就是你要改變的 記得字幕這一塊 另外預設沒有打開 比較特殊一點 好你就可以先試看看 你看我們這邊點 你有沒有覺得動作快很多 好會比我們在甲上上快很多 但是操作方式真的都雷同 好真的都雷同 所以我先讓各位先玩玩看 找看看你要的 如果這個你不喜歡 你就按上面首頁 好你就回去外面你再找其他的 來試一下 來先還給你囉 好